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活却充满阴险和狡诈 本期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揭开苍阳家措的双面人生 苍阳家措令人瞩目的是他身为活佛的一系列行为 尤其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的情感 令当时的人们无法接受 他的身份也注定了这样的做法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结局 关于苍阳家措的身世正是资料记录的很少 但在民间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不知道有几分真假 以柳八三年 苍阳家措出生了 但他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家境本来就很贫寒 又倒霉地遇上了幼年丧妇的灾难 只好从小给人家当放牛娃 偏偏赶上他的舅舅和姑姑又是贪财的黑心人 夺走了他家仅有的财产和房屋 好在苍阳家措从小性格就开朗活泼聪明伶俐 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这一天几个神秘的僧人来到他家 经过一系列考察后 动员他母亲搬家 还说这个孩子天资聪颖 是一块好材料 不如来寺院我们教他学习 这样也能分担你们的生活压力 日子过得本来就很艰苦 抚养孩子本就不容易 听到这一建议 母亲很愉快地就答应了 从此年幼的苍阳家措离开了慈爱的母亲 告别了生长的庭院和从小玩到大的伙伴 跟着僧人们来到寺院居住 六岁那年 有六名高僧莫测的僧人当他的老师 从此他开启了枯燥的学经生活 枯燥的生活伴随了几年 苍阳家措也走过了少年时期 步入了青年 十五岁的苍阳家措 清秀俊朗身材高高的气宇轩昂 还深具出色的无意 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姑娘 叫马吉阿米 他们两小无猜 还是山盟 此时的苍阳家措 已经厌倦了枯燥的学经生活 他的梦想是带着心爱的马吉阿米 一同回家 过着浪漫的生活 其实在苍阳家措出生的前一年 第五是达赖喇嘛 罗桑家措元祭 他的亲信弟子桑洁家措 为了继续利用他的权威 从而掌管佛教格鲁派的事物 密不发桑 对外宣布说 罗桑家措已进入无限期修行 不见外人 一切事物交给第八 也就是桑洁家措处理 在西藏 他们认为达赖喇嘛元祭后会转世 需要找到转世灵童继承位置 所以桑洁家措一边欺骗清王朝和民众 一边派人去寻找转世灵童 如此一来 就算日后人们知道了真相 也可以立即迎接第六是达赖喇嘛入宫 而寻找转世灵童的地方 恰好选在了苍阳家措的出身地 按照他们的规矩 只要哪个婴儿抓了前世达赖喇嘛的遗物 谁就是达赖转世 年仅两岁的苍阳家措恰好就是那个孩子 但使者没有把真实目的告诉他的父母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1696年 康熙在平定准盖叛乱时 意外从俘虏口中得知武士达赖已经去世多年 当时苍杰家措和戈尔丹交往密切 企图借助他的势力壮大自己 因此 康熙皇帝非常愤怒 严厉指责苍杰家措欺上瞒下 无奈之下 他只好向康熙承认错误 并去迎接苍阳家措回宫 苍阳家措不仅实现不了回家的愿望 还必须到拉萨当活佛 就这样 1697年 他一步一回头 辞别了心爱的马吉阿米 来到了拉萨 这一年 武士班产亲自为他受了杀迷戒 给他取了法号 他正式在布达拉工作床 成为格鲁派第六世达赖喇嘛 再也不能回到以前的青丛岁月 由于教派不同 苍阳家措难以适应现在的生活 例如他自己信奉的教派 允许僧侣娶娶妻生子 而格鲁派却禁止僧侣进女色 更别说成亲生死了 而且他只是一个傀儡喇嘛 并没有掌握实权 大权依然在桑杰家措手上 生活和政治上都受到限制 令苍阳家措非常郁闷 为了缓解内心的抑郁 他只好纵情深色 这既是他的故意反叛 也表明了他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 于是白天他是一个傀儡喇嘛 晚上则是一个风流公子 他给自己取了个化名 荡桑汪波 风流提躺的荡桑汪波 很快结识了一群青年男女 沉日嬉戏玩闹 很快他遇到了一位酷似玛吉阿米的姑娘 叫任真旺母 他们很快相爱了 现在说不清楚第三个姑娘 达娃卓马和任真旺母是什么关系 在民间传说中 这两个名字都出现过 而且几乎出现在同一时间 甚至有的故事中 马吉阿米也在这个时候出现过 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 还是沧阳加措前后拥有三个亲人 这就无法说清了 可以肯定的是 达娃卓马 的确也是沧阳加措钟爱的亲人 有的说 他的出现是在一次宴会上 此时的沧阳加措 在布达拉宫后花园的湖中小岛 建筑了一座新美的楼阁 起名龙王坛 在这里 他经常要求男女朋友跳舞狂欢 才华横溢的沧阳加措 也经常即兴创作 很快 他的情诗就传遍了四方 这位达娃卓马 就是在龙王坛宴会上出现的 他们白天游玩歌舞 夜晚 沧阳加措溜出布达拉宫与他约会 然而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终于有一天 他的行踪被人发现 一天早上 侍从发现雪地上有一行脚印 直接通到沧阳加措的卧室 但发现沧阳加措好好的睡在房内 这是怎么回事呢 侍从顺着脚印往外走 走出布达拉宫 穿过拉萨的街道 最后来到一家酒店门口 一打听 原来天天晚上有个叫荡桑汪波的男子 独自一人出来饮酒作乐 他的样貌 年龄 举止 谈吐 就是沧阳加措本人 事情败露 沧阳加措不否认 他不想过无情的政治生活 向往民间的自由浪漫 他按照宗教事务的规矩和以前的约定 大胆要求免去受戒 甚至以前受的杀迷戒也希望免了 桑洁加措和格鲁派三人大惊失色 活佛不出家 这算什么事 苦苦相劝 沧阳加措却一心想做一个自由的活佛 不过他的愿望再一次破灭了 不知道是达拉卓马的主动放弃 还是格鲁派上层人物的从中作梗 沧阳加措的心上人再也没有出现了 几次相思成灾 沧阳加措去龙王坛聚会 都没有见到大蛙卓马 后来打听到 他已经被父母带回家乡 很快便要结婚生子 再也没有见沧阳加措 沧阳加措行灰意冷 失魂落魄 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磨难在后面 1705年 桑洁加措悄悄派人 在河瑟特首领拉桑汉的饭中下毒 结果被发现了 拉桑汉一怒之下杀死了他 并上书康熙说苍结加措谋反 苍阳加措沉溺于酒色 不处理教育 不配当达赖 请求康熙贬费苍阳加措 据说他在被押借到京城的途中原济 年仅23岁 苍阳加措有文采 也是个多情的男子 可惜造化弄人让他卷入了政治斗争 他一生得不到自由 一直只是别人手里的政治工具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